阿扎斯,欢迎来到阿扎斯的频道 《默然回首》在8月1号上映了 如果你尚未看过这部漫画 请直接当一张白纸进场 这绝对会是最好的观看体验 接下来的内容会涉及到电影的部分剧透 建议看完电影后再来观看 在看电影之前,我也是一张白纸进场 完全没有看过漫画 以为这是怀有梦想的正面故事 没想到中途剧情贵准 五彩缤纷的梦想全都变着支离破碎 当藤野重新回到桌景继续画漫画 那首圣歌般的片尾曲娓娓道来 这个尾韵真的好强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着 听着就跟着哭了 关于音乐的部分 这边我想介绍默然回首的配乐制作人 中春瑶 你知道藤野、金本以及最后的片尾曲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其实与中春瑶的经历是有所重叠的 中春瑶大约在五岁的时候开始弹钢琴 乐谱虽然放在眼前 但总会加入自己的想法去弹奏 这也算是一种即兴发挥吧 不过呢 小时候他觉得弹钢琴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因为弹钢琴应该是女孩子才会接触的东西 这个刻板印象牢牢的打入在他的童年 但孩子你可能不知道 男生多的是长大后才发现 如果知道弹钢琴很受女生欢迎 当初应该要好好学 另外就是中春瑶的名字 瑶 这个听起来很像女孩子的名字 大概是怕人家都会说 她是弹钢琴的小瑶 哼 像男孩的自尊仙表示难以接受 于是到国中时他开始学吉他 并组了乐团成为音乐人 可是这段关系却不长久 升上高中后 原本的音乐伙伴各奔东西 乐团也随之解散 中春瑶出生在日本的青森县 或也在日本本州的最北边 再上去一点就是北海道 青森的好景特别是夕阳的灰影 是让他启蒙创作的起点 但他意识到想要创作出不同景色的音乐 那就得改变所处的环境 如果还想要继续弹吉他并挑战创作 那就得搬到市中心 于是高中一年级的暑假 他选择退学 独自来到东京 他事先报名了音乐专门学校 想从这里培养职业音乐人该有的知识 却没想到学校的环境有很大的落差 同学们几乎都是高中的种措身 还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 而且各种神情凶狠 他才惊觉这里不太对劲啊 所以中春瑶只入学一个礼拜就退学了 16岁的他为了能够在东京生存 来到咖啡厅打工过日子 并同时准备音乐的demo 但这些demo最后便没有送出去 接触咖啡有些日子后 他慢慢的爱上泡咖啡 于是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开一间咖啡店 难道原本的音乐梦就这样放弃了吗? 并没有的 对中春来说 能够继续弹吉他就是一种梦想的实现 他并没有想要靠音乐为生的念头 要的只是一个自由沉浸的空间 所以有空的时候 他都要去找街头艺人 一起参加酒吧的即兴表演 2007年的时候 Myspace这个社群文章在日本创红 任何人都可以上传影音 而且还拥有高度的曝光机会 中春想说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那么至少在开咖啡店之前 让别人听一次自己的创作 然后就将自己的demo传了上去 结果就是一炮而红 从来没有受过正统音乐教育的他 在爆红后 收到知名音乐人跟唱片公司的合作邀约 其中一位邀请人是Nuja Bass 他是中春最尊敬的偶像 透过社群媒体的影响力 拿到梦寐以求的合作机会 这时候他的心情 就像雨中雀跃的藤也 开心到只擦眉尖叫 中春跟Nuja Bass进行密切玩来 一点一滴的打造最棒的音乐 中春表示 如果可以顺利发行音乐的话 那么就要一口气推出三张专辑 分别代表着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个时间共成一线的夕阳三部曲 2008年的第一张专辑 Grebs 来自过去 代表思念故乡的乡愁 2010年的第二张专辑 Tri-Light 是现在 描绘的景色是宁静 留白 简单的美 而最后的第三张专辑 是Nuja Bass 一同创造未来 然而 本来应该是最璀璨的未来 却是被黑暗所笼罩的世界 2010年一场车祸意外夺走了Nuja Bass的生命 结束36岁的短暂人生 这场噩耗太过残酷 伤心欲绝的中春陷入悲伤的漩涡 没有心情继续创作下去 死离死别的际遇竟然会来得那么早 看着手边的夕阳三部曲 这让他意识到 夕阳落下到太阳盛起 就好比人的诞生与结束的循环 之后他重新振作起来 与Nuja Bass的伙伴们 一同举行的纪念音乐会 吊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 曾经的偶像 一生的自由 整顿好情绪 终于被推迟许久的第三张专辑 Melodicar 在2013年发行 原本代表未来夕阳的这张专辑 最后改为原本想和他一起创造的未来 Trylight作为夕阳三部曲的第二张 同时是专辑内的同名曲目 却也是Nuja Bass最后听过的作品 中春能够走出悲伤的原因 就是反复听了这首曲子 Trylight这个词意拥有目光的意思 也就是逐渐下沉的夕阳 那么将音乐倒转来听 是不是可以让消逝的光芒再次回声 倒转后的Trylight听起来就像圣歌 拥有祈祷的宁静 与一丝丝的救赎 这个转念让他创作出这首光 收入在2014年的专辑 音乐的风景 历经有人的离去 却也让他明白 越是陷入黑暗 也就越渴望光明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无助的时候 中春接着邀请女生和唱团 在现场播出道转后的Trylight 让他们凭感觉自由发挥 这段落有四五的现场 虽然没有歌词 却带有着微弱闪烁的光 默然回首最后的片尾曲 Light Sound 正好与光有着极为相似的背景经历 中春就像藤野 Nujabed就好比金本 经历生离死别 回到熟悉的环境 心中总有那种念头产生 如果当初的选择不是这样 是不是就不会经历这种痛苦 中春创作出来的光 也是给自己的祷告词 我们虽然都畏惧黑暗 但光明却是从中诞生 在光的影片下方 有一则来自爸爸的留言 感动了许多网友 我从这首歌替女儿取了名字 这孩子虽然身体不好 但就像歌名一样 他给了我和太太很大的希望 希望世界能像这首歌般温柔 也希望女儿可以活在那样的世界 每当我感到迷惘的时候 总会想起这首歌 想起我和女儿的缘分 这让我有了继续下去的勇气 音乐存在的意义 不限于霍虹的程度 也可以帮助到那些需要的人 哪怕那些人只是世界上的一小脚 与这首歌的邂逅 让我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光的美妙感动了无数人 也包含了藤本树与鸭山清高 藤本树在传作默然回首的时候 总会一直听着钟春瑶的音乐 当导演鸭山清高得知这件事情后 想尽可能的去比较藤本树的创作方式 他一边画风镜一边收听音乐 从此爱上钟春瑶的作品 之后决定要委托他来作曲 这个决定似乎是一种命中注定 钟春瑶有一次待在朋友的咖喱店 发现店内放着炼巨人的漫画 旁边的人就推荐他一定要看看 钟春翻开了漫画 不小心就把所有精度给追完了 就那么刚好 看完炼巨人的一星期后 他就收到莫兰回首的委托邀约 关于雷山的创作 钟春表示 有着跟光一样的共通点 刻意省略歌词 他认为莫兰回首是一部特别的作品 他没办法被轻易的总结 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跟解读 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省略歌词的原因 将旋律的声音留给你去想象 莫兰里面有一位明显的女生主唱 她叫乌拉娃 关于她的资料一切都是个谜 只知道她以前是唱诗般的成员 她的歌声自然透明 吻合祈祷的感受 这也是为什么会选择乌拉娃来演唱的原因 除此之外 歌曲的背景加入了合唱团的和声 负责合唱团叫做卡特里纳圣歌队 他们是来自卡特里纳古乐器研究所旗下的合唱团 50年来默默耕耘古典乐器、图画、文物的复兴 追求大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音乐为目标 他们居住在森林的深处 由卡特里纳圣歌队与乌拉娃献唱 搭配钟春瑶的人生故事 带给你回想森林中的天籁之神 是最自然的感动颂歌 在这短短58分钟的片长 对我而言有三个哭点 藤野把金本带出房间 两人快乐逛街的时候 是幸福满点的感动 藤野崩溃流泪说出 要是金本不走错房间的懊悔 以及最后进入金本房间的自问自答 漫画画一整天也画不完 还不如只看就好 那你为什么要画呢 是啊就跟我们一样 人生很多时候像个笨蛋 只有傻傻撑下去 回首一看 那些支持我们的人 或许就是原因了吧 吉野姐 吉野姐